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Heidi姐姐 刚才芊芊我们说怎么记得Hidy姐姐的名字就是Hidy姐姐 Hello 欢迎Hidy姐姐 好了芊芊Hidy姐姐到了 我们跟她玩游戏好吗 嗯 现在有个问题想问你 是测试你的性格 就是你和家人最喜欢做什么活动呢 V就是看电视和吃零食 I就是去旅行 P就是购物 这样吗 是选择的 去旅行 嗯 芊芊你选什么 我选 吃零食 对 猜到你了 好了 先了解你们的性格吧 这个小测试想知道你的性格是怎样的 Hidy你刚刚选择旅行 你是朋友眼中的军师 当他们需要人帮忙出一些主意的时候 通常都会想起你 也对 也是的 好 芊芊你呢 你就是选择在家里看电视吃零食 对不对 代表你是一个领袖 你很容易令人信服 而且朋友都很相信你的决定 很准 很准 那你是不是要多吃零食 以后要多吃零食 如果你选择的是P 即是购物shopping的话 就代表你个人是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 当朋友意志消沉的时候 你会第一时间去鼓励他们 嗯 好了 我们这个VIP小测试就完结了 我们正式和Hidy姐姐聊天吧 我们先来看看 Hidy姐姐 你小时候是否很喜欢说话的小朋友 是呀, 我喜欢的 其实我喜欢跟小朋友聊天 也很喜欢跟大人聊天 不知道Hidy姐姐小时候 除了喜欢说话 是否很喜欢拍照的 你看 这个是多少岁的时候 这个我看起来 应该是一岁两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带我去公园 好像很斯文 你小时候挺懂得摆姿势 很可爱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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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其实我很喜欢的 因为小时候去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经典的噴水池 我觉得自己当刻 真的好像觉得要神气一点 还有好像觉得 欢迎来到我家 现在其实我也有放在同一个地方 拍照 是的 你小时候刚才说你很喜欢说话 那你是否一个很喜欢读书 或者很努力读书的人 回想起来 我想我们小时候就很简单 妈妈叫我家给心意读书 那就自然是好听话 你不会去特别问 为什么要读书 或者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所以我从小到大 譬如读书一集都不抗拒 因为我们永远都觉得 Hidy给人的感觉很有知性 好像有很多知识 相信你小时候读书成绩很聪明 很努力读书 其实你小时候最喜欢上什么一堂 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一科 如果你说学科来说 我喜欢英文 因为我其实挺喜欢书语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玩书语 和作文 如果一些开心一点的音乐 我觉得音乐堂很开心 那Hidy姐姐 你现在的口才这么好 那你小时候是否参加一个辩论比赛 或者加入过辩论队 有的 我记得辩论队是中学的时候 但我反而小时候 就是你说从小学开始 我是入朗诵队和合唱团 我觉得朗诵队 现在想起来 最帮到我就是 原来老师教我们说话很清楚 咬字 现在你有没有留意那些人 那些人要懒音 原来以前我们小时候 不觉不觉 其实透过朗诵 你说话的咬字 已经很清楚了 我觉得很重要的 那大约就是辩论队 我们就这么听 Hidy的感觉 也是一个很乖 很努力读书的小朋友 那你小时候 其实有没有伯厌过 或者是一个橫皮的小朋友 我想也不算太橫皮 我想顶多了 以前小时候 很多时候日头 妈咪、爹地上班 我也是一家婆婆的 婆婆就说 你呀 常常扭我 买原心不给你 我想是这些 可能也看到有 有趣的玩具 或者喜欢的文具 我很喜欢买文具 但跟妈咪说 我要做功课 我要拿来找买书 还有发生过一件事 那时候幼稚园 妈咪就问我 为什么每一天 带了一块橫纸胶都没了 其实后来发现 我会送给同学 这个也算划算 因为 常常都要带橫纸胶 为什么是划算呢 你记得自己 为什么要送给同学 我真的不记得 可能我觉得 美丽和别人分享 然后可以买新 不过说回来 其实Hidy 会不会小时候 家里对于你 有些东西是特别着重的 可能一些比较品格上的 锻炼 或者一些家里的家训 我想 我爹地和妈咪 就负责两个不同的角色 做功课 就是学业那些 就一定是妈咪的 因为妈咪以前一下班 就是会跟我跟 爹地反而 我记得他很着重 我要一些礼貌 要一些规律 例如小时候起床 爹地要叫我 爹地要和你一起 摘一些皮 还有礼貌 看到人一定要叫早晨 礼貌 爹地就会收拾得很紧 对 Hidy姐姐在大学的时候 读市场学 之后就成为了艺园 其实当时 为什么会由 你本身的专业市场学 变成为艺园 或者电视主持 这个是不是你小时候的志愿 说回这个真的很好笑 我小时候小学的志愿 就是想做 不准笑 不准笑 就是想做 电话接线生 我自己想起 为什么呢 我没有兄弟子 我只是女儿 所以证明我挺喜欢说话 我总是喜欢到 负责听电话 但是后来 什么时候开始放弃 都是不要做电话接线生 到大学 都是喜欢说话 到大学 对不起 到中学就想做律师 到大学 其实 市场学也是 因为我们都是一些 对人的 一些项目 所以也证明我 我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 但是为什么会进行 其实都真的 小时候真的有想过 去选香港小姐 所以我到 大学毕业 出来做年龄之后 其实我的好朋友 被香港小姐表格我 我看回 很简单 比以前大学 所有的 应征任何一份工的表格 都容易 那我就决定算 不如填一填 因为都不知道 结果是怎样 然后进行之后 我很记得 有个监制跟我说 他说 Hadi 你的样子很主持 那我那小时候 就是好像做主持 好像做师傅的意思 其实他是不是在暗示 可能我拍剧 应该觉得我没什么潜质 就觉得我应该做主持 但是我又觉得 他真的看得很适合 现在你叫我做主持 我觉得很舒服 我很喜欢 Hadi姐姐先考考 我们她的 Kiss VIP的 secret 我们刚才也说过 其实我也很喜欢去旅行 疫情前 我们每年都会去几次旅行 以下这三个地方 哪个地方 我和女儿和爸爸 Hadi姐姐一起去过的 第一是奥地利 第二就是印尼 第三就是菲律宾 奥地利是哪个地方 奥地利是欧洲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很有名的 钢琴家的一个出生地 所以喜欢音乐的人 都会很想去 而且会去的 千千想想 你一说奥地利 Hadi姐姐会说出这么多资讯 奥地利 奥地利 我也觉得是奥地利 是对的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去的 其实应该是二零一百年的时候 那个暑假 因为就是和女儿 反而是她两个同学的一家人 就是我们三个家庭一起去 和小朋友去这个地方 有一套很有名的音乐剧 叫做 《鲜落飘飘处处闻》 《Sound of Music》 都是在那里拍的 所以当时可以和她去 看过很多她们拍摄的公园 那些场景 其实我也很开心 我自己也很开心 刚才说到 就是和联络一起去的 现在联络的Sheryl 好像是九岁 对啊 其实九岁也算是一个半少女 她还痴不痴你和你爹地 很开心她还痴 当然现在其实她也开始大大 但我都跟她说 你要继续抱着妈妈 你要继续疼我 因为你要疼我 大过我都要被你疼 我们发现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 你和你女儿 小时候拼的照片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照片 其实你觉得这四个头子也很像 像吗 她很像 是不是一样 是一样来的 但是涂黄了 对了 其实真的是黄的 黄一点的两张 就是这个 右上角和左下角 比较老一点 那些照片比较老一点 就是我小时候了 但是你觉得是白一点 就是现代一点的两张照片 就是 左上角和右下角 就是我女儿 所以是不是都挺像 对了 看回我都很开心 Hidy姐姐 你觉得女儿的性格 像不像你 都有很大部分 像我 但都有一些像爸爸 例如她其实 都是正常 大部分时间 都好像我一样 都有一点斯文 都喜欢 好女孩的东西 她都喜欢 还有她 当我叫她坐定定 例如要练习 可能练琴的时候 或者做功课 她都挺认真的 我觉得都像我 小时候很乖 但她都像爸爸 爸爸比较活潑 例如去运动 她跟爸爸玩得很瘋 所以我觉得 每人都有些 就没有偏心 不单性格 我看见衣着打扮也有些像 你是不是很喜欢 和女儿一起穿 母女装 或者家庭装 超级喜欢 因为我记得 就是由她小时候 我又很幸运 我有些童装的尺寸 我最记得 她可能两岁 买一件T恤 我当时买童装的大马 到现在 她买十岁 我还是买十四或十六岁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而且我每一次 到她可能四五岁 知性一点的时候 我都会问她 你想不想和妈妈 穿同一件衣服 她回答我想 到现在我问她 她都说想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我知道有一天她会说不想 但我希望她现在 继续上去的时候 也先穿多一点 不过千千千 你知道吗 其实Hidy姐和女女 她们不单会一起 穿这些一样的衣服 穿舞女装 就像我刚才所说 她们还会一起上兴趣班 Hidy姐姐 你是否陪她一起学知识 我想不单我 有很多妈妈 她们学知识 例如上学的时候 妈妈也会陪她 陪她读书做功课 但你说玩 譬如她小时候 她喜欢练马 我就和她一起 再养了一只马 和她一起骑马 我想另外一个 我也挺开心 我可以一起陪她 就是她后来 学乐器的时候 她学树琴 我知道你也有学 对吗 她学树琴的时候 我也会陪她一起学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 其实很多时候练乐器 我想也是 练乐器的时候 都会 哎呀妈妈 可不可以不练 哎呀妈妈 一会先看电视 对吗 但是如果我都说 咦我也一起练 我觉得我是希望一个榜样 我们一起练 练完才一起休息 希望可以陪她多些 而且我懂的 如果你弹错 我知道的 或者你弹得好 我又知道我又可以赞她 那我希望是透过这个投入感 令到她都会很享受 那除了这一样东西之外 我见Hidy和女女关系都很好 你有什么秘笈 去维系着自己和女女的关系 在她心目中 我是妈妈 但是我又不会放一个很妈妈的 我是妈妈的 你听我说 真的不是那些样子 从小到大 我着重跟她聊天 例如小朋友 一定会做一些事情是不对的 那妈妈可能会说不 但是我永远 练完之后 我会解释 例如不要吃那么多薯片 不要 不要吃那么多 因为我会给一连串 真的解释她 我觉得小朋友 很多时候 如果被拒绝的时候 你可以解释到 她会知道 妈妈做每一件事 都有原因 我想我是当跟她聊天 每一件事 我都会跟她说得很透彻 我最喜欢夜晚 就是Pillow Talk 睡觉的时候 就是暗示她睡觉 可能妈妈也暗示你睡觉的时候 她又说了她的东西 小秘密 我又说了小秘密 大家从小到大分享 我希望到大学 都会继续说秘密 而且千千你见不见到 其实Hidy姐姐的女儿 都很喜欢表演 这个是之前一起上电视节目的时候 是的 这个是流行经典50年 是的 那次一起跟她唱歌 你知不知道 当我和女儿表演的时候 其实我比起 如果我只是自己做 我紧张十倍 因为我不是你 我自己做成什么 不知道她行不行 不知道她紧不紧张 但最终 其实那天 她比我更轻松 反而我更紧张 那如果女儿长大 真的像你这样 想加入娱乐圈 或者从事演艺工作的话 你会是支持 还是反对呢 我想我不会给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说可以和不可以 但我会跟她说 你一定要完成学业 就是做好一个 可能你作为一个学生 或者当时是一个青少年 你需要做的事 如果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 那我们常说 工作好 然后玩好 小孩子的年纪 就是读书 做好自己学习 如果做完的话 她想试 我想我都不会说不 是 那成绩这方面 会不会很严重呢 Hidy姐姐 我又不算的 我想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几分几分那些 但我会每次问她 你有没有尽力 你有尽力 如果是错一点也没办法 但如果你没有尽力 但是错的话 我也会有一点生气 成绩方面你就不严谨了 但会不会有一些事情 刚才Hiley都说 你不会放一个妈妈款出来的 不会说我是妈妈 你要怎样 但有没有一些时刻真的不行了 我要放一个妈妈款出来 一些事情你是非常严格的 你和先生都会对于女女很严格的部分 我想先秉承着我爸爸妈妈 都是做人的礼貌 譬如我经常教她 有些小朋友现在说话不看着人 我说不行的 要尊重人的一些规矩 礼貌一定要 我想我其实觉得态度 态度的意思就是你做一件事的态度 譬如当你这一刻你做着 你练琴好 你做着功课 你就要认真做一件事 之后才去做其他事情 有时我想我会最容易猛烈 譬如我们今天有一个时间表 想做某些事情 但总是时间表跟得不好 中间又在那里 哎呀 先休息一下 哎呀 不认真 我想那些位置我最容易会 会惡的 会是不喜欢的 每个小朋友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最生气是哪一次呢 我试过有一次 去到一个很大的玩具店 你知道哪一间 那他看到一套玩具 他想买 我已经解释了 我说不买了 因为其实那样东西 他家里已经有了 可能他有 我说完是什么 那些扮靓的 有个皇冠 有个高跟鞋子那些 那我说 其实你这件事 所有的小件 你家里都有了 这个只是多一个盒子里面 包装了这件事而已 我说妈妈不买了 他那次真的 我解释完也不明白 他有些扭计 那次我真的很生气 我最终真的没有了 在外面的商场 我就没有很生气 我抱着他回上车之后 我就 哇 这样 我就真的很兇地 骂了他一次 我想那次也是一个 挺大的经历 因为我也很兇 之后他就记得 你记得上次了吧 他就说行了 Hidy姐姐 那你教小朋友呢 有什么想和家长说 有什么心得 作为妈妈也很容易感性 我想我真的很珍惜每个时刻 就是和小朋友 一定会有些时候 是会生气 或者是生气 或者是他有时 会挑战你的底线 但我觉得每一次过后 可能生气完 或者怎么样 我都一样 就算是有时 我可能和他说完道理 我都一样会抱他 就是不要害羞 我常常都和他说 我爱你妈妈很疼你 我最爱你 我想这些说话 是说多少都不够 所以无论父母和子女 开心不开心 任何的经历 其实爹地和妈妈 都很疼她的小朋友 对啊 说得非常好 好了 千千 来到这个时间 我们要送礼物给Hidy姐姐了 Hidy姐姐 今天讲了这个 你快拆开来看看 谢谢你啊 哇 这个是一个水晶的心心 是不是 可不可以拿出来 送这个心形蒸石给你 是希望你时时刻刻 都充满着家的爱 很漂亮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心形 也很喜欢水晶的 一百分钟而已 多谢你啊 谢谢千千 谢谢 我们也很谢谢Hidy姐姐 今天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和小朋友相处的故事 和你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好了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跟大家说再见了 下次见 拜拜 和Hidy姐姐聊完之后 我现在才知道 父母的支持是很重要 所以 父母一定要多些陪小朋友 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 如果想第一时间 看到更多精彩的新短片 和知道第一手资讯的话 大家记得快点去 Fing Big的YouTube Channel 专页 和记住 按下下面的订阅键 这样就可以了